有精中抗体 有疏伤管阻塞 那只好看它的精中抗体效效多少 要做尸管婴儿 该做尸管婴儿就跟便讲 该做尸管婴儿 那如果说疏伤管还是有通 精中抗体也不是很高 那就可以让他们自然怀孕 所以有感染不代表 一定要做尸管婴儿 如果说你很早就投药 疏伤管也通 那西筋也被你烧死了 那你自然怀孕是不成问题的 是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种情况 这种发炎情况会导致不孕 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发炎情况 其实观众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紧张 他还是可以正常的生育的呢 对像一般的妇女在门诊 常遇到就是说 阴到白带多 阴到发炎我们检查 比如说像低虫 或者是说一般的黴菌感染 内租菌 其实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只要比如说黴菌感染 内租菌感染 你只要一到两个礼拜的阴到塞剂 就这样子OK了 那这个也不会造成不孕症 所以一般的白带 绝大部分附你所谓的白带白带白带 绝大部分不会造成不孕症 不要那么紧张 是 对就只要你只要对 看是什么样的细菌或黴菌 造成的阴到发炎和白带 那就先把阴到里面 这些阴清出来之后 再用塞剂治疗就可以了 很简单 是的 好所以有一些状况 这个观众朋友也不用过度反应 对对对 我们看一下幻灯片做个总结 好 所以肠化炎会不会不硬症 这不见得要看 比如说如果披菌临病 这个导致很容易 因为这两只菌种 它会往上窜 跑到子宫 跑到疏乱管 跑到卵巢去 跑到骨盆腔去 甚至要跑到肝脏去 那临病披菌都会传染给丈夫 造成披菌批感染 所以这叫所谓的性病 所以披菌是性病 不要搞错 披菌是性病的一种 所谓性病就是说 可以有性接触传来传去的病 如果有披菌跟灵病 确定是有 一定要检查丈夫的尸精管 跟太太的疏乱管 这两个会造成疏乱管 后尸精管阻塞 所以夫妻两个人都要检查 那也都要同时治疗 那丈夫不用检查 X光片 就只要做个精益 有精益就可以了 不管有没有塞住 看一下WCR 那比如说前列性发炎 会不会不硬症呢 会 就是说这个感染 如果会造成前列腺 因为前列腺就在除菌囊旁边 所以它会引起致幼气增加 激进的白酒增加 精同抗体也会产生 所以你一定要用抗生素治疗 10到14天 而且太太也要用 不是说光丈夫治疗 因为丈夫如果有前列腺发炎 尤其是他们如果有新房 那他涉到太太阴导里面的细菌 治疗就会过去 对 那下一段看 那披药禁跟淋病所引起的疏软管阻塞 如果说有积水的话 先要把这个疏软管切掉 再来做试管婴儿 那披药禁很奇怪 就是说他能够走8000里路银河月 他可以万里长征 从疏软管跑到长征 甚至跑到肝脏 造成肝脏的粘廉 所以如果说做披药禁看一下肝脏有沾脸 大概去猜他披药禁感染的机会是很大的 下一段 那披药禁的检查 常常有说我可不可以抽个血 你要抽血的话就测IgA 然后所谓的heat shock protein的60 不然就是做子宫颈的PEGDNA检查 那男性的PEGDNA检查通常要抽血 或者是说如果阴到那时候 有不正常的分泌 就拿男生的阴晶的龟头的分泌去做 PEGDNA检查 那抗生素记得一定要完整治理 因为抗生素吃了有些副作用 病人胃不舒服 胃痛 所以一定要完整治疗10到14天 就是一个完整的疗程 下一段 应该没有了 所以总结就是说 发炎会不会不硬症 或者是病人常常把它简化成 一直带白带会不会不硬症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你要去分析 是什么样的细菌引起的 如果是PEGDNA检查通常 这些罪贵后手 这可能问题就比较严重 如果只是一般的念素菌或者是黎菌 或者是一般的常见的白带 那不会那么严重 第二个就是说 真的有PEGDNA检查通常 要根据什么样的菌种 给予有效的针对性的抗生素 第三个就是 这些菌菌有没有造成后续的后遗症 比如说书丸管有没有 胃痛的脏乎 有没有无精症 或者健康抗体 有的话在根据配套的措施来做 人工住院的方面的帮忙 就可以发现成功 是 好 那么这个细菌的感染 有时候如果说不注意的话 其实问题有可能也会导致生命的失去 对 所以这也是不容小觑的要特别来注意 那么最后的时间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蔡医师给观众朋友一个建议 到底我们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 要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被这些细菌感染 对 我先强调一下说 刚刚指示人提到一个所谓很危险的情况 叫做TOA T就是软管 O就是软槽 A就是捕狼 化农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病人会有消痛 化高烧 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赶快去住院 赶快抗生素 因为有时候来不及的话 会有代解性休克 那所以既然这些生殖器官或性器官所造成的感染 一定是外来的嘛 所以很简单就是说 你要建过起一个很坚强的防线 比如说如果你不确定对方 性接触对方是否有带进 那你就带保险套嘛 因为现在保险套男生也有 女生也有保险套啊 比较大一点的 或者是说 安情的性 不然就是 如果你在性接触之后 几天之后觉得 怎么有点发烧 或者肚子有点闷闷痛痛的 你要赶快去就医找一下 副长给你照下插烟波 压一下肚子有没有反弹痛 有没有骨盆将发炎的增长 如果有的话赶快找起给抗生素 不要让这个细菌 有机会一直从阴道到子宫颈到输卵管 到你的生殖系统整个都破坏 那时候要来收回可能就 有时候被迫要做输卵 应该不打紧 有时候会误了你的生命 所以红楼梦有句话就是说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误了轻轻的生命 就是你如果没有算计轻死 很可能真的会 我真的亲眼看过骨盆将发炎化农而过世的案例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要请教一下蔡医师 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 比如说性行为之后 那我只要清洗干净的话 是不是就能够避免掉这种细菌的感染 理论上是 不过有一些细菌不容易经过这么简单的操作 最后就可以清掉 这些只能说减少 因为性接触跑到你的生肌器官的细菌的数目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有的话 不见得清掉 不过现阶段 最近CNN做一个WH世界卫生指示的报告 就是说 艾滋病好像大家好久没有讨论它了 好像大家都被这一阵的SARS 或者是说美国的二代风暴 所吓到 其实艾滋病 世界卫生指示最近统计出来 它还是目前全世界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情况 那艾滋病一定是由性接触来的 很少以前都是说有输血 因为毕竟由输血得到艾滋病的基地不大 所以艾滋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就为什么说现在台湾地区做试管婴儿 每一次做 丈夫胎儿就是要验艾滋病跟梅毒 一定要验 因为可能政府也有警觉到 就是说艾滋病的流行比例好像越来越高 那艾滋病如果有的话 当然会导致不应症 不要说不应症可能连命都没有了 是 好 所以这些问题都要请观众朋友特别来注意 那么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跟蔡医师聊到这边 非常感谢蔡医师 跟各位拜个晚年 祝各位新年快乐 是 好 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个礼拜同时间继续锁定祝您好运的节目 我们再会 男女生殖器官发炎都会导致不应症 比如女生骨盆腔发炎或披衣镜感染 所导致的酸管阻塞就会被迫做四管婴儿 男生如果说前列腺的发炎也会导致经虫抗体 或四经管阻塞 要做四管婴儿 但必须要服用十到十四千的抗生素 而这边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JOBYNOS调整理设计 店银行 a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等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